中美貿易的爭端 嚴格講 這些昭澤地沒有出手 這些昭澤地要出手了一定是 共產黨早就完了 你們可能不愛聽這句話 據我所了解的 昭澤地的力量 真的一度時間幻想 他們也有犯錯誤的時候啊 他們認為 六八九六四之後 讓中國共產黨富裕起來 國家穩定起來 有了錢的人 例如像 馬雲李彥宏啊 像這個馬化騰啊 還有馬明哲這些人 會逐漸改變 中共的 這種獨裁形式 會逐漸地 在中國推行民主自由 我曾經聽他們說過 說我們在中國扶持這一批人 包括真正的 下決定讓中國企業在美國 不受審查他們是起了關鍵作用的 他們真的相信了 什麼時候 讓他們感覺真正危險的戰友們 我告訴大家 昭澤地認為 共產黨 真的成為他們的威脅了 他們傻了 他們上當了 他們受騙了 他們錯了 香港 828以後 記得我當時我說過嗎 香港是打開共產黨滅亡第一道打門 讓他們再次感到危機的威脅的 是什麼情況下 是當時福奇 美國的 福奇跟川普鬧分裂 感覺到美國這個病毒的事情 這個世界的病毒沒那麼簡單了 他們知道咋回事 也非常清楚 然後 這一次 叫他們深刻的最近感受到的威脅 就是這次在美國操縱大學 他們真的是傻眼了 聽說 昭澤地的人 第一次感到了恐慌 還真沒想到 這個二貨 竟然敢這麼弄 還在美國敢這麼弄 因為他們知道 美國和趙澤地能掐死共產黨一百回 一萬回 一回 有上萬個招 還有一個他們發現 美國的西方的法官是絕對 趙澤地的絕對是要控制的 司法系統 現在 他們真正的感受到 西方的司法系統 還有西方的 這個 特別在梵蒂岡的事情上 他感覺這個宗教整個地方 他們是很在乎的 昭澤地是所有的通信往來 他們的地盤是暗網 宗教系統 人家就不給你這什麼社會系統玩 這是給這普通老百姓們玩的 真暗網 和 宗教整個全球的宗教系統 他發現共產黨對這個宗教系統是大的威脅 這個時候 我說真正的共產黨是找死的 現在是他們感到危險了 病毒這件事情 是決定的 就是 絕對是 讓共產黨成為了 蕭澤地和世界上的所有有能力的 蕭澤地們 是成了想消滅的對象 香港 讓他們已經開始不相信共產黨了 這場病毒讓他們感到威脅了 所以說人道啊 道德啊 其他的秩序他根本不考慮 他們下一步的全球推的就是虛擬貨幣 他要把虛擬貨幣主導權在他手裡 不能在你Facebook手裡 所以他們一定把你Facebook給你揭提了 所有的誰的虛擬貨幣上來一定是他手了算 你Facebook呢